现在我们开始起身 起身有很多种 它习惯要怎么样的方式起身都是可以的 我起二十身 起好身了我们开始来编织 第一排 这两身的缝隙中 这样 编织一针平针 这针平针过来 从这里 再编织平针 再从这里再编织一针 这花形很简单 每一针的前端我们都先编一个平针过来 这一排我们全部整编织 这一排我们全部整编织 我们最后我们先编织一针的后锤 再编织一针 这两个轮子 这两个轮子 先编织一针 来 全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针把线绕过来 调过来 线绕到后面 拿着支一个平针 调一针过来 撕平针 刚才我们夹的这针不编织调过 这针不编织调过来 四个平针调一针 四个平针调一针 记住要绕线反针 调一针 四平针 绕线调一针 四平针 绕线调一针 非常简单的一款花形 好 留个边针 第二白反面 编织好了 这里编织 第三排 编织 这里我们要两针合并一针 这针刚才我们挑过来的 两针这样 四平针 从后环线编织 两针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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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 这面边撕好了 边撕 反面 反面我们就撕 平针 全部撕 平针 这一排很简单 没有任何花形 这样的一组花形 我们就编撕好了 这里是第一组 这样的一组花形 当你边撕高度 边撕高度很高的时候 每一组放大一点看 这里是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每一组隔一排 反针 反面撕 平针 这款看起来很简单 漂亮 我也演示第一排 第二组的花形 到这一组 跟我们第一排 织花形一样的 边针 这里一样的 拉一针过来 然后在这里 织一个平针 中间处 拉一个三针 织一个平针 这和我们织的第一排 是一样的 装一样的 第二组 如果我们来看 来看 就像这一组 一样的 我们来看 这边 我们来看 好 所以这是编织第二组花形的第一排 我们也花形演示就演示到这一步 大家有不清楚的在我评论机里面留言 感谢观看